明明,你什么时候回来的? 欣然刚走到门口,就看见了朝思暮想的人。 一个大跳直接跳到了他的身上,双手搂着脖子,双腿夹着他金瘦的腰肢。 你这个小淘气啊。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,都没有告诉我呢。 我还傻了吧唧地以为你要年后才回来。 我先下来。 然然,今天战王是来瞎骗你的,可不是来借你回家的。 瞎骗。 然然,我答应过你的。 我要为你重新置办一场婚礼,只属于颜横和谢然的婚礼。 我带你看看我带过来的东西。 这是我从江南庄子上调来的,看看喜不喜欢。 这是从天津卫调过来的,这个你应该是最喜欢的。 哇,你太棒了。 祝战王爷、战王妃,早生贵子,百年好喝,甜甜蜜蜜,过一辈子。 有了先锋人,其他人也就不在位置了。 一股风地冲了上来,对着大门喊着祝福的话语。 新人在院子里听进了街上祝福的话语,这一刻真的觉得严横太用心了。 他把小脸埋进了对方的怀里。 你这个男人真是太怀了,居然让我流泪了。 你等大婚那日,我会让你哭一晚上,到时候可不要太贪吃啊。 滚。 说吧,你不在家,你又要去哪儿? 那什么,我这不是回京了吗? 皇上让我进宫保护他,你也可以进宫住他。 哼,我就知道你回来没那么简单,不过马上就要联会了,这么多人肯定是有作用的。 我也要准备准备。 时间飞逝,直接就到了过年的这一天。 陛下,接下来进行武斗吧。 启禀陛下,今日是大年夜,不宜见习,不如改成明日。 湛王,你休息得也太早了,是不是身体不佳啊? 大皇子是想试试,我虚不虚吗? 那就让本皇子试试你,是不是外强中干。 脸脸,加油,干翻他,让他知道你是真正的男人,一点都不虚。 还不赶紧给张王加油,快喊呀,你们是想要他输吗? 杨恒在台上特意看了眼捣乱的媳妇,无奈又宠溺地笑了想。 你配不上他,配不上。 你说得对,我是配不上,但是你也配不上。 别以为你进府为了什么本王不清楚,这次本王要让你知道后悔两字怎么行。 他自认武功不弱,没有想到第一个照面连衣角都摸不当。 可湛王的长剑就好像有了眼睛一半,因为每次只要他躲过了要害,他的头发就要被削掉一缕。 你不要弃人太甚! 欺人,这就觉得不开心了吗? 那你入府的时候,可是他本王有多不开心。 既然你都说我欺负你了,那就让你多多体验一会儿吧。 你,你表里不易,长王妃可不知道,你这么阉暗小气嘛,她永远都不会知道。 唉,气死我了,你敢不敢不躲了? 好,那本王不躲了。 接着,他手中的长剑一扔,赤手空拳就打了上去,那针叫做拳拳倒肉。 大皇子,您还好吗? 龙是不是吓得手太重了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Pro